随着美国大选日迫近 特朗普加紧了对拜登的攻击 当地时间10号 他前往密歇根州弗里兰市举行竞选集会 在特朗普到达之前 现场就已经挤满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纽约时报记者凯西·格雷 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发布一条推文称 特朗普在弗里兰的集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 但其中可能只有10%的人戴了口罩 其后他又发布了一张现场照片 并配文表示 在密歇根州拥挤的人群中 貌于等待特朗普竞选集会 佩戴口罩的人不多 随后格雷又发了几条消息 报道了特朗普竞选集会的进程 包括密歇根州参议员约翰·詹姆斯发表了讲话 空军一号刚刚抵达集会开始了 不过还没来得及报道特朗普的演讲 格雷就突然又发布了两条推特 称自己被赶出了现场 并且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追踪到了他的推特图片 故送他离开的 特朗普和美国媒体及美记者之前的冲突并不少 但直接将记者赶出竞选集会现场 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特朗普竞选团队对此回应称 格雷被请出去是因为他没有记者证 如果留在现场继续报道 就需要媒体资责 纽约时报副总裁戴尼尔·罗迪斯斯表示 特朗普竞选团队拒绝给他们的自由媒体人发放证件 所以格雷不得不通过普通门票登记进入现场 而美国网友猜测 格雷被赶出来是因为他在推特中批评了集会参与者不戴口罩 没保持社交距离 有网友谴责特朗普竞选团队破坏新闻自由 还有网友嘲笑特朗普就是个害怕媒体的胆小鬼 邀美网友表示 特朗普实在是太离谱了 他确实能做出这样的事 据悉密歇根中民主党州长 格雷琴·惠特末虽然没有试图阻止特朗普的这场竞选集会 但他10号一早曾警告 此类集会威胁到了该州之前为抗议所做的一切努力 他担心这次和特朗普此前的几次集会一样 有许多人不戴口罩拥挤在一起 惠特末强调 这并非党派斗争 而是美国正处于公共卫生危机中 每个人都做对的事情才能尽快摆脱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 密歇根中是总统大选的关键州之一 特朗普在集会上就对台下人宣称 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绝对不可能排第二 他还预测自己在11月的大选中会再次拿下该州